其實回到匯控 大家都知道過去幾年發生的事 其實很多人都有投資者是失望的 所以其實預期股份不會太大 反而這個業績出來 其實是有些驚喜 似乎比原先預期的提早加到功課 即是有些指標上的東西 而且最重要的是匯控 買到匯控當然會有息 集團可能有機會考慮 每次公布息率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狀況 匯控應該的勢頭是不錯的 因為剛才所說的 其實市場本身的預期不是太大 其次就是看回匯豐的走勢匯控 如果要留意圖片 雖然它好像很悶聲 但其實從9月開始 有個升浪到現在還未停過